他66岁换肾成功,奖励妻子500亿,如今妻子生三胎,又送24套豪宅。 刘鸾雄是香港著名的百万富翁。当年因制作电风扇发家,所以大家都叫他风扇刘。之后,他以锐利的目光和对香港的极大热情而闻名。 2015年,他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榜上以109亿美元排名第六位。在社会上,他也是一个相当的地位,他也被认为享有了世界的丰富和繁荣。 然而,与他的财富相比,他一生的浪漫债务更令人愉快。 他一共有28位演员娱乐明星,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知道如何讨论女孩的青睐。 第一个愿意花钱的女人只要喜欢,刘鸾雄一定会尽一切力量满足女人,因为她有太多的钱。 其次是亲自行动辽媚,以诚恳的态度进行攻击,让女人有她的感悟,哪个女孩不会被诱惑。 刘鸾雄和蔡少芬已经相处了6年。大刘已经为她和代表偿还了1亿多港元的独债。 然而,蔡少芬也收到了许多供词,并感谢大刘多年的照顾。 据说为了得到李嘉欣的青睐,大刘亲自去买了她最喜欢的肠粉。 她还爬上了她自己的20层楼梯,并将她送到她面前,而在李嘉欣36岁生日的时候,刘鸾雄在报纸上投入20万元为李嘉欣庆盛发布全版广告。 嘉欣感动到在公开场合中向媒体表示过,刘鸾雄是生命中的重要男人。 但在两人相爱一段时间后,刘鸾雄恢复了正常,对其他女人产生了兴趣。 在公众眼中,她的女朋友的保质期有限,但一名妇女是一个特例。 与她结婚,这是她现任的妻子甘比。 甘比和她的相差是28岁,因为人们聪明温柔。 甘比最初是《苹果日报》的娱乐记者。 刘鸾雄为她采访活动,后来转移到刘鸾雄担任广声堂的助理经理,并成为刘鸾雄的助手。 甘比14年来如此谦虚,因为在2002年,在大刘旁边有一个难缠的女朋友吕丽君。 哦,这个名字是错的,她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女朋友。 66岁的刘勇雄2015年患肾衰竭。 接受肾移植手术后,她必须经历6个月的观察期。 当时刘非常瘦,身体状况未知。 她不愿意照顾大刘的生活,并感动了。 大刘和她的前女友吕丽君划清了界限。 刘鸾雄在采访中透露,虽然她不是自己哪个女孩是她谈论的最美丽的女孩,但是甘比不会去贪图自己的财产。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。 刘鸾雄还说她给了她有价值的东西。 她在家,她没有展示出来。 为了她的简单,刘鸾雄给了她500亿。 甘比,也成了香港最富有的女人。 在刘鸾雄成功进行肾脏替代后,甘比成功地怀上了第三个孩子。 几天前,甘比在医院做了第三个孩子,并从医院出院。 她的女儿体重约7磅,和前两次一样是偷妇产,孩子肥胖,看起来像刘鸾雄。 新闻曝光后甘比回应道,谢谢,谢谢。 我的女儿出生了,我的丈夫我很高兴,母女俩都很安全,谢谢你的关心。 刘鸾雄最近为妻子甘比买了24套豪宅,以便让妻子出租收租金。 甘比从一个狗仔记着尚未到富豪太太的待遇,并且能让刘鸾雄收心,专宠她一人。 这也是相当励志了。你们怎么看呢?参考来源。